像倩碧啊 它們真的就是皮膚科醫師創造的品牌 成分很單純 每一個產品好像都有超過1200次的過敏原的測試 而且現在是真的很多國中生高中生 它們要入門產品 第一個就會選擇倩碧 口罩痘怎麼剪 自己亂保養亂擦藥只會讓皮膚更糟 以皮膚科醫師處方簽 延伸的保養法 可以讓皮膚更健康完美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的美容編輯正方 皮膚科醫師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結交的好朋友 像最近大家長時間戴口罩 很多皮膚的問題都跑出來了 今天我請到台安醫院的皮膚科醫師曾德鵬 一起來幫大家解決皮膚的疑難雜症 曾醫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台安醫院皮膚科曾德鵬醫師 其實曾醫師我跟醫師認識很久了 因為我常常有一些報導需要採訪的時候 就三更半夜就開始賴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好好好我知道了我明天回答你 是啊 之前也在很多場合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皮膚是人身體最大的器官 那很多的一些內在或是外在的問題 常常會以皮膚上面的一些變化來做表現 那當大家看到了皮膚的一些改變的時候 就會想到說是不是在告訴我們身體的一些內在的一些故事 像前一陣子疫情就是比較三級警戒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不敢去門診 那最近是不是那些看診的人潮又回來了 也是有一點報復性的回來看診 其實沒有錯 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 尤其是提升警戒了 大家比較不敢進到醫院來 那其實這個也是OK的 是說其實有些平常如果保養做得好的話 其實不是一定要常跑醫院 所以說有沒有一些比較常見的 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誘發出來的疾病 是有的 大家最常見到的就是所謂的口罩痘 其實有因為像這樣子跑出了新的英文名詞 我們口罩叫做mask 然後痘痘叫做acne 所以說新的名詞叫做maskne 就是說新的因為戴口罩誘發出來 這是新的英文單字 就是說叫maskne 我們其實痘痘的產生 大家知道其實在於一些清潔 腰痘的代謝 還有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菌落的平不平衡有關係 那菌落的平衡是在於什麼 我們最常聽到的叫做瘡感菌 對 青春痘就是做瘡感菌 對對沒有錯 那做瘡感菌的話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格蘭氏陽性的厭氧菌 哇 這個好難 對對對 厭氧菌 這時候就要發揮一點 不喜歡氧氣的細菌嗎 沒有錯 沒有錯 厭氧菌 那其實我們戴口罩跟沒戴口罩 差別是在於戴了口罩以後 裡面都是一些二氧化碳的血 我懂了 醫生這樣講我就很容易理解 因為悶在裡面有一些二氧化碳的細菌 比較多二氧化碳 就比較沒有氧氣的一些對流 第二點是在於說 這個潮濕悶熱的環境 因為在裡面我們呼氣 這些潮濕的環境 會特別讓這些菌落特別喜歡 那當它不平衡的時候 那就會有一些這種痘痘的產生 那這種痘痘呢 都是那種大痘痘 很多那種大痘痘 發炎性的痘痘 還有一些在下巴的這些地方 基本上我們會希望我們這邊的菌落 能夠平衡 對 剛剛醫生提到保養的概念 因為像最近這十年左右 我覺得皮膚科醫師自己推出保養品牌 是一個蠻大的趨勢 大家都覺得皮膚科醫師出的保養品 好像就是真的非常有效 那醫師我想問你 你知道啊 這麼多的皮膚科醫師出的品牌 你知道哪一個牌子 是皮膚科醫師的始祖嗎 就是說它其實是最早最早推出 皮膚科醫師品牌的 沒有錯沒有錯 今天可以大家今天提到 像Klinik 就是所謂的腺痘痘這些 它這個就是一開始呢 是因為說有些保養品 那它們到底訴求在什麼 它們只是純粹做保養 那保養的概念是在於什麼出發點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正確的保養 是以一個醫學的出發點 來試著來保養肌膚 因為其實倩碧真的是一個 最早最早皮膚科醫師創的品牌 它大概是在1967年的時候 那時候紐約有一個 很厲害的皮膚科醫師 他提出了一個皮膚的保養的觀念 就是一個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大家可能覺得 我天生皮膚爛就是基因不好 那可是他提出了一個 就是其實你不要因為基因不好 其實你可以因為環境 跟你的保養方式 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皮膚 那個時候Vogue有個美容編輯 他就覺得說這個醫師提出來的概念 他覺得很棒 所以他就去採訪這個皮膚科醫師 後來寫出了一篇文章 也是刊登在Vogue上面 上面它的主題是 完美的肌膚可以被創造嗎 那他的答案是 所以那篇文章其實後來引起很大的迴響 那亞斯蘭黛集團的老闆也覺得說 他講得很好 所以他就找到了這個皮膚科醫師 還有Vogue的這個美容編輯 一起創造了一個 倩碧的這個皮膚科醫師的品牌 他這個皮膚科醫師的理念覺得 其實皮膚健康最重要的就是 清潔 角質跟滋潤 這三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他們推出了這個三步驟的保養品 聽說有52年的時間配方都不會改變 然後因為其實就是這樣醫生所說 就是選擇簡單的產品 單純的產品 就是單純的成分這些很重要 像倩碧啊 他們真的就是皮膚科醫師創造的品牌 成分很單純 然後又經過很多敏感的測試 而且現在是真的很多國中生高中生 他們要入門產品 第一個就會選擇倩碧 那我想問一下醫生啊 因為大家很多有一個迷思 就是我在就是 剛剛有說要清潔嘛 簡單的角質也要把它處理好 那因為就是化妝品 其實裡面有的時候會加酒精成分 因為這是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有酒精就是不好 可是因為像倩碧 它是一個皮膚科醫師的品牌 它其實每一個產品都有經過一些 就是過敏的測試 每一個產品好像都有超過 1200次的過敏原的測試 所以酒精應該不是引起過敏的原因吧 所以我想要請醫生來幫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酒精能不能用在保養品 怎麼用才是對的 是 那所謂的酒精 有所謂的醫用酒精 還有就是所謂的工業用酒精 所以第一點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加酒精 我們第一個概念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效的來殺菌 有效的來控制菌落的平衡 所以OK的 第二點是酒精還有另外一個功用 是它能夠鬆動我們的角質 我們的皮膚有分成所謂的表皮 真皮跟脂肪層 那表皮有表皮細胞 上面又有一些老肺角質的需要被代謝掉 但是如果今天老肺的角質 一直卡在上面 堵塞了以後 這個東西不只是說我好的東西 後來想要保養品進不去 然後裡面的這些油脂也卡在那邊了 看起來臉色也會暗沉 就塞車了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提到第二個是說 這個酒精能夠鬆動角質 把老肺的角質帶走的這個概念 能夠幫助讓後續的成分 能夠比較好 能夠被吸收 回到剛醫生說到口罩痘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口罩痘 是很適合用這個有些微酒精的這個保養品 來去鬆動你的一些角質層 或者一些髒污 可以讓你的口罩痘比較緩解一下 是 那個是做到很好的清潔的作用 對 還有那個試著我們來讓這邊的菌肉能夠平衡 我們剛剛提到座窗感菌 它喜歡燕養的狀況 那我今天清潔做的好了 環境好了 就比較讓它平衡下來了 讓其他的菌肉能夠和它能夠有一定的制衡 對 那我知道啊 像因為剛剛我們有提到酒精的這個問題 因為像倩碧它這個三步驟的這個潔膚水 其實就是含有就是些微的酒精成分 其實對於就是像我這樣 就是比較混合性偏油 然後前一陣子也是有一些口罩痘的人 其實是蠻好的 那他們其實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拿棉球沾濕之後呢 其實在臉上輕輕化圓 那些角質層就會鬆動 就會鬆動 其實它就會把一些比較老的啊 需要代肺的角質代謝掉 這樣子你長期使用之後啊 其實你的皮膚的毛細孔就會 因為已經很乾淨了 所以毛細孔就會縮小 所以它也可以讓你的就是皮膚有抑菌消炎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啊 如果你是最近真的有口罩痘的困擾 你就是可以拿那個潔膚水輕輕的擦拭 那另外我想要問一下醫生 如果啊我的痘痘真的出來了 像我知道一下皮膚科醫生的處方簽 有很多人用A酸來對付痘痘 對不對 那A酸在處方簽都是怎麼用呢 因為像現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產品 是說他們使用了A醇 其實是A酸跟A醇應該是有一些相同類似的作用吧 這個A醇跟A酸就是一個家庭啦 他們的家庭 他們都是來自同樣的爸爸媽媽 我們叫它叫做維生素A 所以我們叫它叫做維生素A的衍生物 有A醇啦 A酸啦 A醇啦 這類的東西 那在皮膚科的藥理學上面 我們使用的是用到A酸這個成分 那不管是說我們用外邊的塗抹 或是口服的A酸 我們試著達到的效果是在於說 第一個我們要希望幫助角質的代謝 再接下一個意義是在於說 它能夠讓我們的所謂的在真皮層這邊 一些膠原蛋白的一些生成 能夠更能夠我們叫正常化 但是因為它是要用的 所以說我們在一些平常的使用上面 如果真的要使用到A酸 通常都是要由醫生的處方這邊開得出來 它不是拿來當作是保養用的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尋找一個同樣家庭的 能夠有同樣的一些帶來同樣的功效的 但是又不會帶來太多像這樣的一些刺激敏感的 我們就要叫它叫做 我們剛剛提到了吧 叫A醇的部分 那A醇的話 現在在一些保養品裡面 他們會試著加入A醇進去 是希望能夠帶來我剛剛講到的這些功效 而且不要帶來我們所謂的不希望的刺激 其實用A醇也可以解決 現在大家面臨的口罩痘的問題 對 沒錯 那像倩碧也是就是 最近也是推出一個新的產品 就是這個紫色的 它叫做患膚精華 它裡面就是用到了 醫生剛剛說的A醇這個成分 那其實我最近這一陣子其實也的確有在用它 那它真的 因為A醇使用就是皮膚會紅腫刺癢痛 那這個A醇其實使用起來啊 它就是一個精華乳的形式 擦起來其實肌膚不會有什麼 其實就是沒有什麼感覺啦 因為它是皮膚科醫師研發的嘛 所以現在倩碧每一個產品 也都是皮膚科醫師研發 那它裡面其實還添加了微分子的玻尿酸 可以幫皮膚保濕 還增加了一些生態可以修護肌膚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保養品裡面 也有很多加了一些玻尿酸的成分 那醫生覺得玻尿酸成分 也是蠻好的一個成分是不是 當然玻尿酸是能夠有做好保濕的一個功效 然後裡面還加上所謂的生態 生態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是能夠讓我們的細胞能夠活化 能夠產生更多的所謂的健康的這些 所謂的膠原蛋白這些等等的 那如果有好的一個步驟 把角質帶走了 後面兩個步驟 它又能夠幫助像這樣舒緩皮膚 這個就是有這樣所謂的 達到了所謂的一些預防的一些概念 懂了解 那我想問一下醫生 那在門診處方有在幫開什麼保濕產品 幫病人保濕的嗎 還是保濕就得自己想辦法 那當然了 我還是推薦了保濕的能夠用乳液 那種大罐的 那買大罐的 然後全身能夠要多擦 對 對 醫生說到保濕很重要 因為像現在啊 我有很多朋友啊 或粉絲他都會問說 可不可以推薦一個好的保濕乳液 那我這邊有想到就是倩碧 就是水磁場的這個系列 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們呢 今年也是做了升級 裡面加了蘆蕙的益生菌的精華 而且把它的保濕的時間 據說是從72小時提升到100小時 哇醫生他直接擦一次 就可以保濕肌膚100小時 不過我還是建議可以多擦幾次啦 我們會希望一大早起來呢 正確的清洗嘛 清洗完畢了以後咧 先塗上一層保濕的乳液 所謂的保濕的乳液是 希望能夠試著建立皮膚的保護的屏障 讓它健康了以後 你開始去吃早餐那些 過了半個小時後再戴上口罩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乳液這些 它已經讓皮膚試著讓它能夠平衡 對 那接下來其他的時間點呢 會希望是說你一整天 總是要透口氣吧 你就是可以到一些空曠的地方 跑到廁所 稍微口罩拿下來喘口氣 這個時候呢 稍微再補一些乳液 或者是呢 拿一些濕紙巾 把這些汗把它擦掉 然後再補上一些乳液 這個是能夠稍微降低 所謂因為戴口罩所誘發的 痘痘的產生 它使用起來很清爽 它就是有點是半透明的 一個凝膠狀 那擦在皮膚上面呢 其實不會有油油的負擔感 可是你擦完之後 你的皮膚會覺得瞬間柔軟柔滑了 那另外就是好 我口罩都長出來了 有痘疤了 我是不是要把這些痘疤清掉 如果是以皮膚科醫師的角度來說 我的那些痘疤應該要怎麼治療啊 痘疤也要看它的一些嚴重的程度 它是哪一種的痘疤 今天是只有單純的泛紅而已 還是說已經有到一些凹陷 那凹陷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都我們都有一定的量表 如果真的很凹很凹的那種單靠擦藥 是絕對不可能有任何改善了 應該說改善非常的微乎其微 這時候可能就需要有一些 美容醫學的這邊的介入 那醫生像除了痘疤之外 其實很多人也很在意一些色素沉澱 黑斑 那這個解決的方法又是什麼呢 是 所謂的痘疤 痘疤我剛剛第一個提到 它可能是平平的 但是就是有色素嘛 或者是一些泛紅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泛紅就是發炎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有一些藥物可能需要做一些使用 一些舒緩來做使用 舒緩的話呢 我們今天最常用的 有一些 比如說甘草刺酸啦 你說一些比較常用的成分 或是真的有一些 保養品裡面 它含有一些舒緩的一些效果 或者是維他命C是不是 是 沒有錯 像維他命C也是廣為大家知道的 它是很好的一個抗自由基的 抗自由基 它也能夠所謂的抑制 所謂的黑色素的一些 黑色素的細胞 來產生黑色素的一個概念 像這樣維生素C的話 它是大家 大家知道是安全的一個成分 那像這樣可以使用 使用上面的話呢 它包括舒緩以外 它也可以淡化 我們所產生的一些 因為發炎之後 所產生的一些色素 所以原來維生素C是真的 可以就是讓我們的一些 發炎的黑色素能夠淡化 因為倩碧啊 有一個就是一個淡斑精華 這個其實在他們的專櫃上面 也是賣得非常好 因為很多人都有一些 可能是曬斑啊 或者是一些色素沉澱的困擾 它裡面呢就用到了 維他命C糖肝這個成分 它其實就可以讓你的黑色素抑制 可以不要就是一直不斷的發作 讓你產生黑斑 它裡面呢還加了就是 靜鋼玉露的成分 它這個成分其實可以舒緩肌膚 就是你每次曬完太陽之後 你的皮膚可能就會有種燥熱鼓動 所以它這個成分可以幫你做一個 很好的安撫鎮定的效果 那這一支 它看起來也是一個精華乳的形式 那其實擦在臉上也是非常的舒服 你應該可以期待 它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明亮淡化的效果 所以Eason 所以我覺得這口罩痘 我們經過這樣子 從你這樣子的很仔細的解說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擔心口罩痘了 就是口罩一直可以持續戴緊緊戴滿滿 我們必須要勇敢的去面對它了 因為口罩現在是拿不掉了 那我echo一下正方剛剛提到的 其實真的是平常的保養能夠做得好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有後續的一些問題產生 剛剛提到這些保養品裡面 它們裡面所添加的東西 不外乎是一些抗發炎的成分 因為發炎之後就會有色素的沉澱 不管是說因為是痘痘所產生的一些色素沉澱 還是因為太陽光紫外線所造成的一些斑斑點點的產生 那這些如果在平常我們能夠做到 好好做防曬 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我們好好做好保濕 保濕裡面我們可能加上一點點所謂的 美白的成分 維他命C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所謂的胃腹部這邊 我們是它有 哪些真的是有美白可以宣稱療效的成分 它們是有列舉出來的 那維生素C 這個Vitamin C 是有這個意義存在的 所謂的左旋C這類的 所以說在裡面看到 知道大家知道加上這些成分 我們所謂知道的一些訴求 那像這個訴求的話 是可以平常我們每一天好好的做好保養 做好使用的話 其實基本上大家就可以比較勇敢的來面對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些所謂的mascine 或造成一些皮膚的一些敏感的 像這樣的一些狀況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不知道要選擇什麼 或者是其實你現在口罩到非常非常的嚴重 其實你就按照我們這節目裡面說的這些產品來使用 其實口罩都一定可以得到解決的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或者是下次還想要請到增醫師來節目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